安波足球快训 2021年1月30日 科隆闷战比勒费尔德 德甲第十九轮在周日晚上进行一场较量 由科隆主场迎战比勒费尔德 两队目前总积分只相差二分 球差异只有一球之差 彼此实力半斤八两 本轮各取一分可谓是皆大欢喜 赛季初遭遇八轮开局 不胜的科隆注定经济只能与保祖卫武 即便第九至第十一轮期间保持不败 但其后六轮只得可怜的一胜 目前十八轮过后 紧急15分排在积分榜到数第三位 表现甚至不如上季以升班马身份 征战德甲赛场的自己 更为悲惨的是 科隆是目前德甲的主场虫 九个主场无疑获胜之余 输足六场 放眼现实欧洲五大联赛 一末有比其更差的主场演出 究其原因 薄弱的进攻火力导致科隆抢分 异常艰难 军场只有0.83个入球进账 过去七轮联赛更是多达六场 未能破弹 有限即此 球队本周从比甲领头杨布鲁日 租借得来艾文奴丹尼斯 希望通过这位年轻的尼日利亚 前锋来改变现状 至于这一改变能否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让我们拭目以待 阵容方面 中场卡恩斯和前锋S安达陈商区 另一边乡 作为经济升班马之一的比勒费尔德 现实排在积分榜尾四 同样是以保祖为目标 纵使比勒费尔德 经济失利场次比科隆多 但球队胜在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好 与实力相差不多的球队交锋时 基本能够完成抢分任务 正观取胜的五场联赛 对手全部为积分榜下半区球队 其中就包括手循环对阵科隆时 平级中场艾姆尘的入球拿到三分 上轮联赛之前 比勒费尔德一度在五轮联赛中取得 三胜一合一负的战绩 期间只是一球 但上轮却以1比5惨败给法兰克福 可谓一战回到解放前 势必影响球队此番出征的信心 况且比勒费尔德经济联赛八个客场 仅得一剩二合五负的糟糕战绩 近两次客战科隆又悉数落败 即使对手近期整体状态不如挤兑 比勒费尔德此行一直能以一分位目标 阵容方面 前锋和加森马和恩尼尔文音商眷琴 我们是安波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收听 期待与你再会 感谢观看